50岁以上的人还需要性吗 为什么后台老师有这样的问题要问 当然需要了 而且50岁以上 其实在我看来是最应该拥有 高质量夫妻生活的好的时候 我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讲 50岁以上的人 他们的性知识其实是很缺乏的 他们的夫妻生活也是很少的 很多人自从有孩子之后 几乎就是无性婚姻 我之前啊 我们在有很多的咨询客户 他们曾经就说过 他们那个时候房子小不说了 好多人甚至是跟父母孩子三代人 一起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的 夫妻过生活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的 根本不敢发出什么声音 每次都是草草玩事 我有一个男性客户跟我说过 他本来是一个特别喜欢浪漫的人 结果刚结婚就跟岳父岳母一起住 搞得他每次都紧张兮兮的 他曾经也跟他爱人提过去一个酒店 但是他爱人啊会觉得 这个行为是有问题的 什么人会跑去酒店啊 所以他说我在最当年的时候 是没有享受过那些现在年轻人 所享受的幸福的生活的 这就会导致两种极端 男人呢会去外面狂找 女人想要却得不到 为什么刚才我说 50岁以上的人 其实是应该拥有高质量 夫妻生活的时候 你们就想想这个年龄段的人 孩子基本上都大了 物质生活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了 夫妻俩有了更多的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正好是可以加深夫妻感情的情感链接的时候 而且我们的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的客户说 现在也不用害怕那个什么了 就你们都懂的 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了 但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其实也发现 很多人过了50岁 觉得根本不享受和另一半的夫妻生活 根源就是在于 不懂彼此真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要结合一下 生理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来告诉给你们 5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需要怎样的性才能真正享受其中 首先我们说一下女性 性心理学家叫肯威尔士 她的研究表明 有更多情感和亲密性的夫妻生活 才是女人想要的 尤其是对于过了50岁以后 步入更年期的女性来说 因为荷尔蒙水平的变化 会导致生殖系统发生变化 比如搞完酮缺发 雌激素分泌减少 会导致肝涩疼 皮肤的萎缩 还有敏感性降低 所以越到了这个阶段 女性就越需要有更温柔的浅系 还有亲密的情感对话 比如在过夫妻生活之前 去多夸夸她 过程当中多关注她的感受 跟她多说一些情话 结束过后也抱着她 说几句体贴的话 专门研究女性性心理的专家 叫艾瑞斯也证实了这一点 她认为女性过了50岁以后 想要的性满足 并不是靠纯粹的 本能驱动的性体验 而是夫妻之间形成的 自发的亲密链接 那种亲密感上的满足 才是女人们真正想要的 就像我们经常讲过的 女人有爱才有性 男人给她的关心 爱意越足 他们的性满足度就会越高 再来说一下男性 2018年的一项性生活研究表明 在50到59岁之间 有91%的男性 依旧能保持活跃的性生活 而且有70%的男性 可以在70岁之后 依旧保持性生活活跃 无论多大的年纪 性对于男人来说 都是男性力量的体现 纽约医院康奈尔医学中心的 心理学家 他叫海林教授 他就指出 老年人尤其是男性 因为身体衰退 外界资源下降 导致他们在心理上 缺乏安全感 也容易产生焦虑 对人生缺乏目标感 所以他们更需要 从夫妻生活当中 获得亲密感和依恋 来克服内心的恐惧 那从社会进化来看 社会文化也会把性 作为对男人的一种激励 大家会默认 有钱男人 能得到更高质量的伴侣和性体验 所以男人会希望伴侣跟他一样 对夫妻生活感到兴奋 开心 因为伴侣的需求和快乐 对男人来说很重要 所以女性在这种时候 越主动 并且不断地鼓励他 欣赏他 认可他的这方面的表现 男人的性能量 就会被源源不断地激活 然后他们就会表现得很热情 愿意陪伴你 倾听你 为你多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已经50岁以上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